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前文书啊,咱们聊了这个嘎尔丹的这个小媳妇,就是这位阿努可敦 其中有一些的内容啊,来自于一部蒙古电影,名字就叫做阿努可敦 您也可以看看这部电影,从这里边啊,我就发现到啊 首先呢,这蒙古人是承认嘎尔丹的韩味的 也就是说呢,他们承认这个准嘎尔韩国是蒙古的一支,嘎尔丹是这一支蒙古的大韩 但是我也发现呢,在电影里,他们经常会提到一个名词叫做正统蒙古 那他们所谓的正统蒙古呢,应该就是当时的末北卡尔卡蒙古,现在的蒙古国 从这一点呢,我们也能看出,他们对准嘎尔韩国的嘎尔丹政权是有看法的 那这阿努可敦的故事呢,昨天咱们讲完了 今天啊,咱们就继续聊着准嘎尔部的大韩,孤狼,嘎尔丹 1678年,这嘎尔丹呢,正式成了大韩了 武士达赖策封他为丹京博硕克图韩 成了这个绰罗斯家族有封号的两位大韩之一 一位就是他,还有一位就是他的祖宗野仙 绰罗斯野仙的封号啊,是圣天可寒 从这一点呢,我们就能看出啊,这二位大韩呢 那比其他绰罗斯家族那些自己外卫的大韩,那值钱多了 他们那些大韩呢,没有封号 无非啊,是这个部落联盟或者是本部族的这个酋长 然后别人呢,跟他客气,称他为一生韩王 这前缀呢,就是自己的名字,张王,李王,赵王嘛 所以啊,这丹京博硕克图韩,嘎尔丹 自从坐上韩北那天开始 他就觉得自己啊,是草原上的一位雄主 那么草原上的雄主该干点什么呢 他和其他草原雄主一样,就是想恢复大元 那么把大元朝恢复到什么样呢 那当然是啊,既有欧洲,那也有东西亚的大元朝 那谁都想一口吃个胖子 但是啊,一口吃一个胖子是不可能的 得一步一步的来 那要想恢复大元朝,第一件事呢 就是统一蒙古 这嘎尔丹呢,环顾了一千四周 觉得呀,这统一蒙古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墨北蒙古,卡尔康蒙古啊 这嘎尔丹倒是并不放在眼里 军队合理的调动 后勤有力的支援 再加上几次骑袭偷袭啊 拿下墨北的卡尔康蒙古啊 应该不是件难事 可是呢,这墨南蒙古就不行了 墨南蒙古现在呀 是大清的属地 大清朝现在的皇上啊 是个年轻小伙子 据说呀,挺厉害 叫康熙 和这个墨南蒙古打起来倒不要紧 可是啊,这实力太强大了 还得琢磨琢磨 他这个后窜大清朝能玩得了吗 那咱们统一蒙古这事儿啊 咱先放放 咱们再琢磨琢磨周边其他的国家 哎,这个望南呢 就是叶尔庆韩国 再望南呢 青海西藏 那会儿啊 是何说特韩国 咱们能了解到啊 这何说特韩国呀 是当年从准盖尔韩国分支出去的 说是控制着青海和西藏 实际上呢 从武士达赖开始 这王权呢 就已然旁过到宗教门 也就是藏传佛教的手里了 宗教控制了政治 这韩王基本上也就成了白色了 跟自己紧挨着 隔着一道天山的叶尔羌韩国呀 那儿可是个这个穆斯林国家 信奉伊斯兰教 嘎尔丹觉得自己手里这些蒙古骑兵啊 要想打叶尔羌韩国呀 那玩似的 只是啊 有一个问题 哎 这什么问题呢 就是叶尔羌韩国的城市啊 它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塔格拉玛干沙漠 在这个昆仑山以及这个天山的脚下 各城以各城之间的距离比较远 一旦动起手来啊 这后勤补给是个问题 所以说这攻打叶尔羌啊 也得仔细的斟酌斟酌再说 那望西说呢 这个费尔干盆地诸国 像什么布哈拉呀 哈斯克韩国呀 这些有很多呀 都是依附于沙皇俄国的 在我身边啊 最不好对付的就是两家 一呢就是大清朝 第二呢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啊 北边啊 跟这准个二韩国接壤 对自己的威胁相对于大清朝来说呀 那就更大一些 那么自己的父亲巴吐尔魂太吉 和哥哥孙格是如何应付这两个身边的超级大国的呢 哎用一个词啊 可以形容那前两辈大韩 他们都是大清王朝的好朋友 他们都啊加入到大清国的朝贡体系之内 嘴上说呢是臣服于大清朝 实际上啊 这个准个二地区和这个大清朝啊 他也不挨着这嘴上服软啊 哎送过的东西不多 拿回来的东西不少 并且呀 这关系一好了呢 和清朝就能通商啊 能换回来自己很多有用的东西 至于这俄罗斯嘛 哎经常的派兵啊 来吸扰准盖尔地区 抢人抢矿 抢牲畜不说呀 还要求啊 这当地的百姓 向这个俄罗斯沙皇政府啊 交大量的食物税 从这个盖尔丹的父亲巴托尔魂台机开始 就是出兵抵抗 你来我就打 不但打呀 而且是往死里抽 前来抢夺资源的哥斯克骑兵 如果落到巴托尔魂台机的手里 就是一律弄死 这僧格上台以后啊 哎把这项政策还加了个更字 他可不光是等着你来抢我的时候 我打你 他经常带兵啊 出了国境 越过戒河呀 去突袭那些俄罗斯在边境上的城镇 并且扬言 早晚有一天 把俄罗斯边境上这些城市啊 全部屠杀 以绝后患 所以说呢 这俄罗斯啊 对这爷俩 巴托尔魂台机和僧格 那肯定恨的是牙根子拔正常 可是这会儿啊 这嘎尔丹可不这么想 这嘎尔丹首先就认为 自己要想统一蒙古啊 跟这个沙皇俄国 肯定是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呢 这大清朝肯定是不干 也就是说 和沙皇俄国的这场仗啊 可能避免 但是和大清朝这场仗是肯定要打的 所以啊 这嘎尔丹对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呀 就是和这个大清朝啊 暂时保持这个朝共关系 但是呢 背后积极备战 一旦和蒙古诸部翻脸 是立刻准备迎战大清朝 那么对待俄罗斯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派使者紧密的联系 搞好关系 以便呢 动起手来好 得到这俄罗斯的支持 当然呢 这件事这嘎尔丹肯定是办成了 您想最后啊 这个嘎尔丹对喀尔喀蒙古动手 和大清朝打仗 都有俄国人的影子 就足以证明 嘎尔丹对俄国的外交政策是成功的 自这嘎尔丹当上大韩之后 一年多的准备啊 他琢磨着这会儿啊 这俄罗斯跟大清 这两个超级大国 应该是不会立刻对自己动手 那既然想开疆拓土嘛 就得琢磨琢磨周边的这些小国家了 就在这嘎尔丹想瞌睡的时候 就有人送来枕头了 谁送来的枕头啊 就是他的老师 武士达赖喇嘛 有这么一天呢 有两名使者就来到了伊犁 见到了嘎尔丹 这两名使者呀 都是喇嘛 是这个武士达赖派来的 他们呢 带来了这个武士达赖 给嘎尔丹的一封信 盖尔丹打开一看呢 哎就乐了 这信的内容非常简单 上面就写 你出兵去帮着阿伯克合着呀 夺下伊犁强韩国 哎 伊犁强韩国这点事啊 这是盖尔丹他知道 不但盖尔丹知道 咱们也知道 就是这黑山派和白山派啊 在伊犁强韩国打的跟热谣似的 现在这伊犁强韩国的当家之人呢 是伊斯玛因韩 是个黑山派 这伊斯玛因韩呢 对这个白山派啊 发动了大规模的屠杀 所以呢 这阿伯克合着呀 四处求援 最后就求到了达赖喇嘛头上 达赖喇嘛就想起自己啊 这位德意门生来了 他在这个信上啊 一再强调 哎 让盖尔丹 你一定要亲自带兵 收复暴君统治的那些成职 让阿伯克合着登上王位 然后你再返回原地 这盖尔丹和他的老师呢 自然是心有灵犀的 看完这封信之后 他就知道老师的真正意思是说呀 让他趁此机会 赶紧就拿下一二枪韩国 既然呢 这白山派呀 把你请去打黑山派 也就是说 你现在在这一二枪韩国呀 你有了内应了 你这个粮食和后援 你就不用着急了 你迟迟的 不对这个一二枪韩国下手 不就是觉着在沙漠里 这粮食后援是个问题吗 这一下子哎 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那么其美的是哪两全呢 首先呢 就是准盖尔韩国 这盖尔丹呢 拿下了南疆大片的土地 其次呢 那自然就是西藏教廷 有自己的学生啊 控制身边的这群异教徒啊 那伊斯坦教呢 对自己的威胁自然就小了很多 说到当时啊 伊尔强韩国的黑山派和白山派 这白山派呢 主要影响就是喀什嘎尔 辐射呢 就是周边的阿图什啊 英吉沙一带 而这个黑山派呢 大美营啊 就是伊尔强韩国的首都 伊尔强城 同时呢 他控制的地区啊 就是阿克苏库车一带 咱们上文书交代过 哎 这个僧格呀 曾经借助过这个 两个交派之间的不和 派兵啊 到过伊尔强韩国 可是啊 压错了宝 错扶持了人 结果呀 也只能是带兵 灰溜溜溜的退回了天山一百 那这时机控制权呢 就到了这个伊斯玛殷韩的手里 这伊斯玛辛韩呢 黑山派 当了大汗以后啊 要杀人李威 哎 气着咔嚓的 可就杀了不少的白山派 当然了 杀信众是小 主要得杀这个宗教头领 那就是何卓们 哎 咱们再次重申一遍 这何卓是个姓啊 这何卓这个家族 和其他的伊尔强韩国的贵族不一样 他不但呢 是个贵族 而且是宗教贵族 因为呀 这所有伊尔强韩国的这个人民都知道 都认为这何卓家呀 是圣义 是穆罕默德的直系亲属 这事啊 咱们讲过在这 咱们不再莫分了 后来呢 经过长期的这个宗教生活呀 形成了两派 亲哥俩分成了两派 也就是啊 这个黑山派和白山派 说实话 这白山派 在这个信众当中的地位要高一些 信众也比较多 这个宗教有时候啊 跟黑社会也差不多 就是谁的这个帮子大呀 谁就厉害 所以说呢 这个白山派呢 在这个伊尔强韩国地区啊 就占优势 但是这黑山派呢 既然能够生存 他有自己的优势啊 他什么优势呢 他和这个士族官员处的关系都比较好 这城主里边啊 黑山派的人比较多 所以这白山派啊 虽然能控制宗教 但是黑山派在很多地区啊 控制的是经济 控制的是军事 总之就在这一时期啊 这黑山派 现在明显是伊尔强韩国的主导 咱们刚说了 这阿伯克合着啊 白山派的宗教领袖 他呢 在当时啊 白山派信众心里边的地位啊 那非常高 据说他这个尊号啊 有宇宙之王的意思 在当时呢 这个喀什人民的心中啊 他被认为啊 是莫罕莫德先知以下最牛的人 你要是看一些这个西方人写的书啊 对这个阿伯克合着的描写 都是神了 那上边说呀 这阿伯克合着一旦一上街啊 那街上的信众就是围的水泄不通 有人呢 就兴奋的伏地痛哭 有人高兴啊 就隐行高客呀 这个狂蹦乱跳 据说呀 还有相当一部分信众 看到这个合着大人上街呀 来不及高兴 直接当场就晕死过去了 这倒不像是一个宗教领袖上街 听着怎么像是麦克尔杰克森 复活开演唱会了 总之啊 菜牛啊 现在也是落派了 黑山派一当家呀 攻下了这个白山派的主城 杀了不少阿伯克合着的家人 并且呀 还抓了不少白山派的信徒 通通啊 在溪流旁边抹了脖子 据说鲜红的血水呀 流经墨房 推动石墨 碾够了一成人足足吃一天的麦子 才慢慢的由红转了清 咱们在平徽战争当中啊 这段历史啊 讲的还算清楚 您呢 可以有兴趣翻回头去听一听 咱们呢 这部书主要说的是 这个准干韩国的脉络 在这就不过多的 描写战争场面了 总之 确实是这 嘎尔丹亲自带队 很快呀 就拿下了整个的这个 叶尔枪韩国 一呢 是这个蒙古骑兵 实在是厉害不好惹 其次啊 还有这个白山派呀 从中内应 所以说呢 只有这个叶尔枪城 以及喀什嘎尔的人呢 对这个准干尔骑兵 做了有效的抵抗之外 其他地区的人呢 几乎就是直接开城投降 根本就没抵抗 这黑山派的战争一失败 这伊斯玛因韩呢 就落到了准干人的手里 他可就成为了这个 东查克台韩国 也就是叶尔枪韩国 最后一人大韩了 全家老小啊 一同被 赶尔丹押回了 伊犁囚禁了起来 没过多久啊 就给弄死了 那这国不可能一日侮辱啊 这在外流浪多年的 白山派的投人呢 阿伯克和卓就当了 这伊尔枪韩国的实际当家人 对于这一家族啊 咱们再多说两句 首先呢 咱们得知道 黑山派和白山派啊 两边啊 这斗争远远没有结束 虽然这个阿伯克和卓 带着这个蒙古骑兵 攻下了这个伊尔枪韩国 这黑山派啊 和白山派的斗争 远远没有结束 阿伯克和卓呀 到外边去请帮兵的时候啊 这黑山派屠杀白山派 他回来以后啊 自然也不客气 那就说大规模的屠杀黑山派 把这个黑山派的合卓屠杀的 就剩一个人了 最后呢 趁乱出逃 才躲过了这场屠杀 后来这黑山派啊 卷土重来 把这个白山派 阿伯克和卓的人呢 也都杀的差不多了 最后啊 只剩下这阿伯克和卓 一个儿子 躲到了山洞里 才算逃了一条命 也就是啊 逃走这个儿子的后人 最后啊 他们这一支 给大清国带来了 无限的麻烦 像什么张戈尔之乱呢 玉素甫之乱呢 七和卓之乱呢 沃里寒之乱呢 这些都和这个白山派的 阿伯克和卓这一支有关 对了 还忘了说一件大事 就是后来的 左宗堂平息的 新疆阿伯百之乱 也和这支合卓有关 还有啊 离咱们很近的一些事啊 不好书 也不让播 咱这儿就不聊了 所以呢 本着这个敌人的敌人 就是自己朋友的 这么一个理论呢 这个清朝后来呀 乾隆皇帝 平定回部所封的八大王宫 说是八大王宫呢 实际上是四王四宫 这八个大家族 全是黑山派 这么一来呀 哎 这嘎尔丹总算是撑了心了 他终于拿下了天山以南大片的土地 这回啊 哈米瓜呀 葡萄干啊 这些石灵水果啊 就别说了 最起码大白馒头啊 算是随便吃了 咱们既然呢 不把大规模的篇幅啊 浪费在战争情节上 那明天呢 咱们就得聊聊 这准嘎尔人是如何统治后来的 叶尔强韩国的 以及是如何把周边的小国一一拿下的 明天的篇幅呢 或长或短 咱们都是一笔带过 当然肯定会有精彩的内容 咱们呀 爱抓紧时间往前跑 跑到前边啊 有更精彩的内容 就是准嘎尔韩国与大清朝的关系 喜欢听打仗和绯闻的好朋友啊 到了那会儿啊 咱们就可以细细的聊了 得嘞 天不早了 您早歇着 咱们呀 回见